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四五开局之年 安刚已起步辨识冲刺的姿态 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安刚 一月份利润指标超额完成计划 实现元月开门红 刘宁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本台播发非常时评 用党史照亮新征程 书写新时代奋斗史诗 918事变第二天 中共满洲省委发表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吹响抗战号角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专栏 今天来了解这个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银口市发挥自身优势 打造产业新优势 探索服务企业新机制 以昂扬姿态 跑出十四五开局起步加速度 国省又有两名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恢复期血浆 二零二零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国省已累计采集储备恢复期血浆 达到一万八千七百毫升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十四五开局之年 鞍刚以起步辨识冲刺的姿态 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鞍刚 在去年利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 克服各种不利影响 利润指标超额完成计划 实现了圆月开门红 在安钢股份热闸带钢厂1780生产作业区 主管工程师张福多和工友们正精心调整工艺参数 力争再提高炸机生产效率 去年以来 热闸厂抓住钢铁市场回暖的有利时机 充分释放三条产线的功能潜力 创造了生产经营和利润双高 同时每名员工也得到了企业的红利 这让我们热闸人细心备整 干劲更逐 去年 安钢在全面启动76项改革任务 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的同时 还依靠科技创新 做强自身 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攻坚 全年由两项国家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四项按计划推进 2020年实现报表利润总额65.48亿元 同比增长178.5% 净利润40.1亿元 同比增长36.97亿元 创下新高 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进行发展 净利润在3月份同比下降 169%的最低股情况下 7月份开始连续保持正增长 良好的发展态势 进一步推动集团各板块优质产能的释放能力 今年1月份 安钢股份霸鱼圈分公司链铁部 创10年来冬季生产运行最高水平 霸鱼圈分公司热闸部炸制产量 角库产量两项指标突破历史记录 朝阳钢铁炼钢厂优化生产组织 创造了单月寒鹏钢产量最高的历史记录 热闸带钢厂1780生产线产量 创单月历史新高 1月26号 温州华港液化天然气储运调封中心灌区项目正式开工 作为这一项目 九涅钢独家供货商 安钢股份中厚板事业部正式进入保工时间 标志着中厚板事业部九涅钢生产销售也迎来开门红 2021年开年以来 安钢围绕做强 做优 做大 科技创新 改革三连行动 体制增效等关键任务取得重要突破 聚焦三项制度改革 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建设等开展重点攻坚 以起步便是冲刺的姿态 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安钢 本台合筑安山记者报道 2月20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政府党组书记刘宁 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会议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 全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着力提升地方合作水平 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要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在互联互通 科技创新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共同抗疫等领域合作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全面提升开放发展水平 要推进我省与中东欧国家重点领域和项目深度合作 继续开展友好省州缔节工作 提高中欧班列密度和效率 推进重点产业园建设 不断开创共赢发展新局面 会议指出 2月5号 第5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 以视频方式在沈阳成功召开 会议以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为主题 深化了交流合作 取得了预期成效 要持续抓好会议成果的落实落地 会议审议通过加强全省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管理的意见 14、15时期各式拟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压减意见 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按照省委部署要求 坚决摒弃传统的思维定式 工作惯性 路径依赖 聚焦两新一众建设和产业优化升级 牢牢把住环境观 安全观 审批观 加强源头管控 强化项目监管 完善体制机制 下狠手 出重拳 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上马冲动 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研究了我省2020年督查激励表彰及配套支持措施 强调要高度重视督查激励对促进政策落实 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作用 充分调动和激发各地区各部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创造性 通过督查激励推动工作水平持续提升 要及时全面落实激励政策 增强对视线支持力度 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党史如明灯 照亮前行之路 党史如清泉 洗涤心灵之沉 党史如号角 激发奋进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 宣示了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坚定决心 展现了再接再厉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推向前进的奋进姿态 为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注入强劲动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从小小红船到微微巨轮 从春天的故事到新时代哗张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 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 是一项旧国新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立志于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在即将迎来党的百年华旦之际 在既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 让我们共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重温百年奋斗的辉弘史诗 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用如盘初心凝聚奋斗伟力 接续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1931年918事变第二天 中共满洲省委发表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号召东北军民不投降不缴械 带枪到农村去发动游击战争 吹响了抗战号角 这是中国的第一份抗日宣言 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宣言 奋斗百年录启航新征程专栏 今天共同见证宣言诞生的过程 1931年9月18号 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路轨 嫁祸于中国军队 并一次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 918事件 找到能够就是无非是借口的意义 把这个性质够清楚 另外我们的政策 只有坚决的抵抗发动全国的人民 道上也很乱 到处是这种混乱的情况底下 那么因此在这种混乱的场合底下 你没有办法去找人啊开会啊 作为当时的一个中共 以地区组织的一个宣传部长 那就感觉到自己是责无旁贷的 枪炮声中 赵一鸣连夜起草了中共满洲省委 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也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份著名的919宣言 它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第一份抗日宣言 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 为实现大陆政策 满猛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栽赃谎言 连三岁的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 9月19号 枪声未停 中共满洲省委举行省委常委紧急会议 会后发表了由赵一鸣起草修改的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当天宣言由党员和进步学生散发到沈阳的街头巷尾 中共满洲省委能够立即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 发表这样一篇想遇中外的919宣言 实际上离不开中共满洲特科的主要工作 那么在918事变爆发前一个月 就发现好像日本军在南满火车站里面 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集结训练活动 所以当时满洲特科的成员就推断说 日本人要动手了 然后就将这一节路很快地报告给了中共中央 中共满洲省委 在这份宣言以及之后一系列宣言的带动下 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了 1932年 东北各地陆续建立起党直接领导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 进而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1936年 统一成为东北抗日联军 抗日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之间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指导中国共产党 始终能够把握住时代的主要矛盾 并且通过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 来呢 引领中华民族日移的走向复乡 我们辽宁呢 今天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 探索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企业新机制 全力以赴抓项目建设 以昂扬姿态跑出十四五开局起步加速度 日前 辽宁密奇食品有限公司八个货柜的 45万件食品装箱发往欧洲 这是辽宁自贸区 引口片区企业 今年首单发往欧洲的商品 做好跨境电商和中保区三大主导产业 加强驱港联动 努力成为辽宁省乃至东北 差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 引口市积极迈向精神加工的原字号企业 正在逐步显现新优势 民营企业 辽宁荣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多项技术 已经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 加速企业内外研发中心建设 推动新进技术 前沿材料应用技术的工程化转化和规模化生产 形成一批不可替代的杀手锏产品 引口市全力以赴抓项目 今年计划开工千万元以上项目600项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00项 全市筛选出30个总投资800亿元的重大项目 作为市级项目管家精准服务对象 此外 为应对疫情冲击留住更多优秀人才 引口探索构建人才共享机制 盘活人才资源 我们产业园将倡导银口市各大园区及企业达成银材共享合作 企业在临时停工或员工有离职诉求时 可转园区内其他企业面试 形成园区内银材蓄水池 14、5时期 我们将坚持新发展理念不动摇 依托区位、港口、平台、通道等优势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改革开放 做好三篇大文章 擦亮民营经济名片 努力建设 实力盈口 活力盈口 礼得盈口 宜居盈口 幸福盈口 平安盈口 驻盈口记者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 丹东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作英 一心铺在玉米抗病育种和植物保护工作上 同时围绕普及农业实用技术 培养农业科技人员等建言策 全国两会临近 王作英准备的五份建议基本完成 正在做最后的修改 这一次两会 我就带去了相关的农业发展 农民致富的一些建议 主要以 就是巩固脱贫空间成果 与乡村振兴来有效的衔接 近年来 王作英着眼于现代农业种子生产安全 带领团队致力于玉米抗病鉴定工作 从病虫害角度 严格为优良玉米新品种审定度量把关 他们推广和种植玉米抗病品种 获得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二等奖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 王作英始终关注着以科技支撑农业发展 通过农业科研成果转化 使农民增产增收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 我要带领我的团队自主创新 发挥科技优势 用科技的成果来巩固脱贫空间成果 为乡村振兴贡献我的全部力量 驻丹东记者报道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个优先一个振兴 我省农村发展的广阔前景 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 乡村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 刚要提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用长效机制和实在举措 促进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 推动脱贫地区不断发展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关键是米袋子菜篮子要保证 刚要提出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 既要保障有效供给 也要保障质量安全 关于就业和增收 刚要提出 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 生态农业乡村特色产业 农产品加工 文化旅游 康阳等 参与到农业全产业链中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建设美丽乡村 先从基础设施抓起 路要修到更多人家门口 清凉的自来水 随用随有 收发快递不出村 5G信号搜搜的 看并上学文化娱乐 公共服务 各项短板都得到大幅提升 乡村生活变得更有吸引力 有人说失意欺居 有人说我在农村挺好的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从全省自然资源工作会上了解到 今年我省继续加大耕地保护力度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构建耕地保护长牙齿的硬措施 以零容忍的态度 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 全省对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坚决追责问责 对存量违法建设用地 坚持分类处置分布整治 先补办用地手续保障合理需求 再实施没收拆除等整治措施 全省自然资源部门将加快推进耕地质量分类 今年上半年完成省级成果汇总 严格规范占卜平衡 补充耕地逐地块落图 拍照入库 持续强化监督管理 从源头减少批而未攻和闲置土地问题 开展增存挂钩 本台报道 盘景是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在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调度室里 盘景是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正在对企业的安全责任清单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华锦集团以清单形势落实安全责任 层层签订责任状 督促全员安全责任落实 盘景是加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岗位直接责任落实 建立企业风险分级管控 主动报告与审批患证 监管执法挂钩等制度 紧盯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 储存 运输等关键环节 实施常态化监测 健全完善应急信息综合平台功能 推进辽东湾新区盘景高新区智慧园区建设 投入1.2亿推进5G实化运输智慧路建设 推动微化品监管向智慧监管转变 我们将时刻绷进安全生产这根线 围绕着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三年行动 切实地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实抓紧和抓到位 驻盘景记者报道 自沈阳获批跨境电商中市区以来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不断加开 加快开放平台的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 全力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今年1月份跨境通单量同比增长了20% 去年底开通运营的 与内运通全球购跨境电商平台 主要经营北美地区优质的食品 保健品等上百种产品 现在企业通过中保区的保税备货模式 实现了业务增长 除了保税备货这种便捷的通关模式外 沈阳片区还开通了沈阳至旧金山 伦敦洛杉矶三条跨境电商 定班国际货运包机航线 沈阳远大国际快舰监管中心 新增三条智能查验分解线 现在在沈阳片区已有跨境电商企业360多家 这些企业1月份跨境通单量增长了20% 今年沈阳片区还将继续完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 启动建设18000平方米的保税仓储基地 年底投入运营中保区连检中心币座 此外 沈阳片区还将实施 跨境电商签电培育行动计划 拓宽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线下营销渠道 进一步完善知贸区的扶持政策 主要是单量的补贴 还有就是非全货机给予的价值的补贴 还有物流补贴 还有仓储补贴等等一系列补贴 本台报道 2月21号 经专家评估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大连市又有两名新冠肺炎康复者 捐献恢复期血浆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我省已累计采集储备恢复期血浆 达到18700毫升 今天一大早 大连两名新冠肺炎康复者 走上了大连血液中心的采血车 工作人员为二人进行了体检 血液化验等一系列检查后 每人采集了400毫升的恢复期血浆 就是为了回报一下社会 把我的血奉献出 就是能让以后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血浆当中 含有针对病毒的特性和抗体 这种抗体可以消除或者杀灭病毒 对于治疗重症和微重症患者 有很好的疗效 我省出台恢复期血浆采集和制备的激励政策 同时有效保障血浆捐献者安全和患者使用安全 去年年末这轮的疫情中 高龄患者多 基础疾病患者多 重症患者多 恢复期血浆临床需求超过了我省储备 湖北新疆等省份血浆 星夜驰援我省保障了临床使用 我省的11名患者在康复后 无私捐献4500毫升恢复期血浆 这些血浆优先供应我省的定点医院 必要是资源省外 在吉林省发生疫情后 我省血站工作人员冒着风雪严寒 第一时间将库存7500毫升的血浆安全送达 吉林省随后送达的 还有51万毫升的红细胞 冷沉淀 血小碗 普通血浆等 其他血的质品 本台报道 日前科技部发布了全国169个 国家高新区2020年度绩效评价结果 我省8个国家高新区中5个排名上升 其中大连高新区位居第18名 瀕阳高新区从第44名升至第36名 安山高新区首次进入全国前50名 受冷空气影响 预计从今天夜间至23号 我省将出现寒潮大风天气 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8至10度 其他地区下降4至8度 降温同时伴有大风天气 其中22号白天 复兴朝阳地区及康平法库 昌图局地有阳沙 气象部门提醒 及时防范寒潮大风天气 对春运设施农业海上航运的不利影响 本台报道 2月20号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新增一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沈阳市报告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 2月21号发布2021年第1号公告 决定对22名拟任领导职务人选进行公示 详情于今晚22点45分 在我台北方频道播出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